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週末的天色都是一般 先看看外面的低溫 普遍地區早上來說是19至20度左右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就可以看到 其實也有廣闊的雲帶覆蓋著華南沿岸地區 另一方面雷達圖像也可以看到 受到高空擾動的影響 廣東地區也有些驟雨的發展 這裡提醒大家出門的時候 記住要帶馬傘 也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同一時間因為有些雨 再加上濕度也是偏高的關係 港外的能見度也不太好 也提醒航海人士要注意安全 接著我們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的預測是多雲 有幾陣的驟雨 部分地區的能見度是頗低的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22度 風格方面會吹和緩的東風 初時離岸的風勢會偏中清靜 展望方面 我們預測接下來兩天還是大致多雲 到星期二和星期三是相當溫暖 留意到下星期的中後期氣溫會稍微下降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